至於呢 敗選的國民黨候選人 連勝文在柯文哲自行宣布當選 舉行國際記者會之前 他早在晚上六點半左右 自行宣布敗選 連勝文六度向支持者鞠躬 並且恭喜競爭對手柯文哲 連勝文他說 他沒有辦法得到眾人的期望 是他個人的責任 雖然呢 輸了一場戰役 但是沒輸一場戰爭 他說 希望後會有期 在大批工作人員及支持者 包圍下晚間六點半左右 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 連勝文臉色凝重 與妻子蔡依山及競選團隊 緩緩布上競選總部外的舞臺 儘管中選會還沒有公佈選舉 最後結果 但在大幅落後的情況下 連勝文先行宣布敗選 連勝文強調輸掉這場選舉是個人的責任 在過去的一年中 為了共同的價值理念而奮鬥 未來仍然必須為同樣的價值理念 繼續奮鬥下去 他除了向對手柯文哲表達恭喜之外 也呼籲支持者不要氣餒 面對敗選 臺下的支持者 不捨得揮其加油 並在臺下高喊選總統 還有不少民眾也都流下難過的眼淚 六度向支持者鞠躬 並在臺上擁抱工作人員 連勝文強調 雖然輸了一場戰役 但沒輸一場戰爭 他並且預告希望後會有期 記者 烏雅宇林國防特有報導